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10月出口额同比增长3.6%。 尽管受中秋节长假影响工作日减少,但由于半导体和船舶出口保持良好势头,出口额仍实现增长。 然而,对美国和中国等主要市场的出口表现有所下降。 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1月发表的数据,10月份韩国出口额达到595.7亿美元,创下历年10月份的最高纪录。 自6月份以来,韩国出口已连续5个月保持增长势头。 日均出口额也创下新纪录,达到29.8亿美元。 按品类划分,在15大出口产品中,半导体、船舶、石油产品和计算机等四类产品的出口额均有所增长。 其中,半导体出口额达到157.3亿美元,同比增长25.4%,创下10月份的历史新高,并连续第8个月保持正增长。 这一结果,反映了市场对高容量、高附加值记忆体的强劲需求,也推高了记忆体固定价格。 计算机出口也增长了1.7%,扭转了连续三个月的下滑趋势,转为正增长。 船舶出口同比增长131.2%,达到46.9亿美元。 同期,石油产品出口增长了12.7%。 然而,受美国关税影响较大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出口分别下降了10.5%和18.9%。 受美国50%关税影响的钢铁出口也大幅下降了21.5%。 从区域来看,除拉丁美洲和独联体以外,九大主要出口区域中有7个区域的出口业绩出现下滑。 对美国的出口同比下降16.2%至87.1亿美元,对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5.1%至115.5亿美元。 在这9个区域中,只有美国出现了两位数的降幅,这主要归因于关税的显著影响。 与此同时,韩国10月进口额同比下降1.5%至535.2亿美元。 贸易顺差为60.6亿美元,比前月增加28.9亿美元。 另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SDI已与特斯拉达成协议, 将在未来三年内向特斯拉供应价值超过3兆韩元, 折合21.1亿美元的储能系统S电池。 据悉,三星SDI第三季度的营业亏损超过了预期, 原因是关税和电动汽车需求下降,尤其是在北美。 但其第四季度的收益将显着改善。 该公司业务管理执行副总裁Kim Jong-sung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这主要归功于其在美国不断增长的储能系统业务和欧洲电动汽车需求的反弹, 以及机器人、人工智慧和其他行业的新机遇。 三星SDI负责S业务的执行副总裁Chillangui表示, 该公司还一直在转换一些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线, 以促进美国储能系统的生产。 目标是到明年年底确保年产能达到三十几瓦时。 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 特斯拉公司已经解散其Dojo超级计算机团队, 其负责人同步离职, 这将颠覆该汽车制造商开发无人驾驶技术内部晶片的努力。 Dojo系统是特斯拉设计的超级计算机, 用于训练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自动驾驶仪和全自动驾驶程序 以及其晴天柱人形机器人背后的机器学系模型。 该计算机接收车辆捕获的资料并快速处理, 以改进公司的演算法。 分析师表示, Dojo可能成为特斯拉的一个关键竞争优势, 摩根士丹利当年估计, 到2023年, 它可能会使特斯拉的市值增加5000亿美元。 知情人士表示, Dojo专案负责人彼得班农·皮特·班农离职后, 执行长马斯克·Elon Musk已下令停止该专案。 知情人士称, 该团队最近有大约20名员工跳槽至新成立的Density AI, 剩余的Dojo员工将被调往特斯拉内部的其他资料中心和运算专案。 知情人士还称, 特斯拉计划增加对外部技术合作伙伴的依赖, 包括运算方面的辉达公司和AMD, 以及晶片制造方面的三星电子。 这一决定, 标志着多年来一直在筹备的一项计划发生了重大转变。 Dojo曾被定位为特斯拉数十亿美元计划的核心, 该计划旨在在人工智慧竞赛中增强运算能力。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日前与三星达成了一项价值165亿美元的协议, 以确保到2033年为止的人工智慧半导体供应。 该计划是利用即将在德克萨斯州建立的工厂来生产特斯拉的下一代AI6晶片, 从而使特斯拉的采购渠道多元化, 不再局限于台积电。 为此, 特斯拉正在积极招募半导体专家, 以增强其下一代晶片的开发和量产能力。 报道显示, 三星电子的晶圆代工部门已获得特斯拉AI6晶片的制造订单。 因此, 此次招聘可能只在提高AI6的良率并加强与三星的合作。 一类人士表示, 特斯拉最近在美国招聘锡模块工艺工程师。 招聘讯息明确指出, 该公司寻求在曝光、 视觉系统、 沉积、 测量和检测方面经验丰富的半导体前端和后端工艺工程师, 以支援先进的系统及晶片开发。 业内观察人士认为, 特斯拉的招聘举措主要是为了满足与三星代工厂签订的 AI6晶片开发合同相关的人力需求。 据报道, AI5晶片的设计评审最近宣布成功, 特斯拉执行长埃隆·马斯克宣称, AI6有望成为迄今为止最好的AI晶片。 这意味着特斯拉对其半导体工程团队寄予厚望。 据传, AI6晶片是一款高效能系统半导体, 旨在广泛应用于特斯拉下一代全自动驾驶、 FSD、机器人和资料中心等应用。 据报道, 三星已于2025年7月与特斯拉签署了一份 价值165亿美元的晶圆制造合同, 这是三星晶圆代工历史上最大的单笔交易。 特斯拉目前的招聘讯息中也明确提到, 需要熟悉全闸及环绕GAA技术的专家。 GAA是三星于2022年率先采用的技术, 用于3奈米工艺晶片的量产。 韩国业内人士预计, AI6晶片将采用三星的2奈米GAA工艺。 报告称, 该晶片的量产目标时间为2028年, 峰值产量预计在2029年至2032年之间。 马斯克此前曾透露, 特斯拉将深入参与三星AI6晶片的量产, 甚至亲自监督一线营运, 以加快制造进度。 因此, 候选人不仅需要具备工艺开发经验, 还需要具备良率提升和代工厂合作方面的专业知识。 这表明, 特斯拉和三星正在联合开发工艺。 三星晶圆代工近期获得多个先进工艺订单, 市场乐观情绪高涨。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三星晶圆代工亏损收窄和记忆体销售额增长, 三星半导体各业务部门的营运业绩预计将有所改善。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